昨天我突然出到海盜船的一大箱包裹 我没想到里面有这么多东西 有K100RGB的键盘 有镜闪加SE 有L1120的风扇 还有刚才没有上市的 即将上市的MM700RGB的鼠标垫 海盜船K100RGB光阻机器键盘 这是它的背面 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两个风条 OK 哇 OK 这是一款全尺寸的键盘 左边有红按键 然后这边是滚轮 可以切换模式 灯光 按键还是很清脆的 调节音量了 这个滚轮是非常好用 可以很快的调节音量 咱们先把它拉出来 好重 天啊 有一颗很粗的线材 你们看到没有 后面了 有里线槽 这键盘不仅很重 而且这个线材是和以前一样 都是很粗的那一种 配件盒 可替换的键帽 可替换的键帽 手感还是不一样的 还有拔键器 最后的就是掌坨 这个掌坨 它的手感还是挺好的 记忆棉 非常的细腻 还有纹理 非常的舒适 OK 接下来是这个配件盒 里面就一本说明书 保修卡 没了 这个线材还是一如既往的粗 海盗床主床的粗线材 不过呢 这前面这两条都是细很多 一条粗的转为两条细的 OK 而且呢 这里也是 椭围形的设计 一如既往的拉屎工艺 还有字体 滚轮 扣掌拓的方式就是磁铁 这就上去了 它也可以非常轻松的从正面放进去 你可以看到我身边还有个贼床的键盘 这个是K65RGB 这个是K100 首先这是翻线键 空格 回车 声音音箱很不一样 中提给我的感觉呢就是K65这个按键呢会更清脆一点 然后呢K100的话是比较沉稳的那一种 海盗床的P2呢跟我说这个K100呢它弥博了以前所有的海盗床键盘的缺点 这个键盘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滚轮啊真的是手感非常的好 爱不释手 特别是你看电影或者听音乐的时候就会随性的调整音量 对吧 接下来就是这一排红按键呢是非常的好用 你可以动物Streme Deck呢添加各种的功能 就不是说我直播的时候要进 是不是 突然刚刚就实际安静下来了 以前我用的K65RGB呢就是这么小 所以说刚开始接触这一款键盘的时候呢很不适应 因为布局都变了嘛 而且还增加了一排红按键 所以说一开始会误触啊 误触性相会很明显 就不是说你Q按成TAB2按成1 因为它这个布局呢和我手平常放的位置不太一样了 不过呢花了一两周的时间呢 我终于逐渐习惯了这个键盘的布局 还是非常的舒服的 这个键盘还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谈话音 你们可以听一下 咱们来说一下这款键盘的优点吧 RGB非常的扩炫 这个掌托呢很软非常的舒服 特别是这个滚轮真的是非常的好用 好的接下来呢给大家来说这个海盗船的键盘加SE的无线游戏耳机 哇这也是我星期天内营救的产品 首先呢这是耳机的主体 有一个包可以放耳机的 说明义机的说明书 线材麦克风 线材 这里面呢 没有了 忘了这里还有个接收器呢 这是个非常精致的麦克风 你看这个金属的光泽 接收器 3.5毫米 这个还是非常实用的 3.5毫米的耳机结构 这里呢就是Type-C装 Type-A了 这说明书的话 这里已经啊 用交锋起来了 我就不打开了 到时候我直接看电子版就好 就让这次收到咖啡色的 SE和口头盘最大的区别呢 就是它这个边框呢是金属的 然后这里面的也是 弹项还是不错的 怎么把它放到包里面 这样子 可以放得进去吗 希望可以吧 勉强 塞得进去 你看 耳机就包起来了 给你们看一下另外一款耳机 这是索尼的 你也可以看到这边 已经开了 对不对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索尼的质量就这个样子 就开了 才用多久 这个是我弟弟给我的 首先呢 这是音量的加减 这个是切换有线和无线的 这边呢是充电的 这边是3.5毫米的耳机接口 这边呢是解麦克风的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这个耳机的拍太舒适度吧 这个耳机呢实际上戴起来并不是非常的舒服 特别是头领还有两边会压得很痛 我勉强用了两周 这两周都是冷过去的 实在是太痛了 所以说我后来我再也没有用这个耳机了 那么呢 这个耳机还有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就是 这里是左耳 这里是右耳对吧 那么呢 当你反过来 就是这里写的L 左耳戴在右边 这样的话会舒服一些 真的 当你不戴了之后呢 你可以放下来 挂在脖子上 而且呢 它还不会碰到你的下巴 这个活动范围还是非常的大的 这个耳机由于不太降噪 所以说你戴起来的时候 你还可以听到外界的噪音 非常的明显 那么呢这个索尼的耳机呢 它佩戴起来会比这个海盗床舒服一些 这索尼的戴起来会舒服一些 这个比较适合听音乐 这个海盗床的话并不适合听音乐 这个耳机一上手的默认的设置呢 并不是耳听音乐 那个声音感觉并不是很好 不过这是定位游戏耳机 所以说它比较适合玩游戏 值得一提的是呢 这个耳机的有线板比无线板的这个音质会好很多 但是呢 有线板有个问题 就是你戴起来的时候呢 会很明显的听到这个线的声音 特别是你活动的时候 它碰到衣领就会很明显的 就像听诊器一样 就像你戴的弱射耳机一样 你碰到线就有那种声音 很大声 本来我还想做更详细的这个耳机的评测 但是呢首先佩戴舒适度就让我很难受 我就没有做下去的动力实在是太痛了 这款MM700的鼠标垫呢 即将在20后三次也就是5天后 所以说我们现在先给大家来一次前张的视频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个非常大的鼠标垫 对不对 由于这个是还没有上市的新品 你可以看到这里 居然有两本说明书 还有两本保修卡 这可能是生产线上不小心多加了一副上去 这个线材的道具有点特别 它这是编织的 这个线材就算是编织的设计还是挺有质感的 然后这个接筒呢是土圆的 一头是Type-C 一头是Type-A 这方面阻力还是挺大的 是那种防滑的橡胶 然后表面呢就非常的光明 看多了一条线 好的我们先从这三把RGB的风扇开上 这个包装还是非常的豪华的 对吧 黄色的包装 黄色的包装 这是应该是配件吧 然后你们可以看到这下面有三个盒子 三把风扇 来了 咱们先来看配件后 然后再看这些风扇 包MAP 螺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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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包螺丝 还有一个控制器 RGB Hub RGB Hub 这也是一个控制器 线材 说明说 没有 白色的风扇 没有 白色的风扇 现在这些线是怎么接的 首先呢 我们把这个打开 这里还有 对这上面还有3M的 这个极限器后面呢 你可以看到已经贴到3M的贴纸了 你可以把它撕掉贴在机箱内部 然后这边也是一样可以贴上去贴在机箱内部 OK 那怎么接呢 你们可以看到这里有RGB的风扇对吧 我把这个给 那个 杂带给 松开先 首先呢 我们把这个RGB的风扇 这个线 从1234这样接 1 这边也是 2 3 接好之后呢 你可以看到这边 那 我们先把这个风扇放一边 先这样放 你们该看得更清楚 更明白一些 至于风扇的这个线 到时候就串联在一起 用那种 1分3的线 串联在一起 接到那个CPU份就好了 或者说 插份也可以 这边还有跟3PIN的线 这个线 一头接的是这个控制器 一头接的是这一边 1 ok 那就好了 那么呢 接下来这两个CTA线 是供电的 这个接到那个 那个电源的CTA接口就好了 然后这边还有个USB的 这USB呢 接这边 这个呢 插在机箱拿到那个主板的 前置USB的接口 现在是1500状 这个是海盗床的噪音 1300状的噪音 听一下 1000状的噪音 好的 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主要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话不妨点个赞加给订阅哦 也不要忘了点击订阅按钮旁边的小铃铛 就可以第一时间收看到最新的视频了 那么咱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